嗨,再次来到老吴的频道 我们今天你没有看错 鸿魔这个专门设计电竞手机的这个品牌 今天既然推出了电脑笔记本 Red Magic Titan 16 Pro 究竟它的效果如何 游戏性能又是否可以达到满意 当然我也分享了 我使用了这两个多礼拜以来呢 一些优缺点 还有自己使用了一些心得跟各位分享 那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这一集的视频开始吧 首先来个简单的开箱 亮卫色的盒子呢有着红魔的logo 打开之后呢 以为而来呢就是笔记本的真身 盒内的小小蛋呢 就是右下角呢 有一个第一代Generation 1的字眼 再来就是一本随和附送的说明书 盒内的最后一个东西呢 就是笔电的配电器 在这里我就拿苹果的16 Pro Max来做一个比较 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笔记本吧 最终是看到了非常帅气的红魔电竞笔电真身啦 这些就是这台gaming laptop里面的所有的ioport 特别的是呢除了左右两边 连笔电的后面呢也有接口 还支持了HDMI 2.1还有超快速的雷电视 荧幕方面的红魔Titan 16 Pro呢 搭载了一个16寸2.5K 16比10比例的240Hz电竞级别的这个高刷屏幕 搭配了24Core的这个Intel i9 14900HX 还有4060的这个RDS显卡 哇这个红魔现在渐渐的一直在发展 在扩大它的产品线嘛 然后它做到什么 键盘然后做到一些电脑的所有的一些配件啊 鼠标啊 遥控器啊 然后渐渐的扩大到电竞的这个显示屏幕 现在竟然还搞出了笔电 在这样的一个步伐下去啊 看来啊搞电车也是迟早的事了 下一次呢可能多几天你就会看到 哦这这种车叫什么 哦 Red Magic Red Magic的第一次就用了这个CNC铝合金的技术呢 直接打造了这一台的全金属啊 哇看这个灯光底下照出来 哇这台你可以拿出去啊 真的是有沿用了它的那个手机的这个的设计这个理念啊 方方正正的 哇整个摸起来 如果你是在冷气房来使用的话 哇冰冰冷冷的感觉 哇 大多数的市面上的时候看到的那些笔电啊 大多数都是用一些 嗯 plastic啊 就是摸起来均均均均均的 这一台用料真的是 完全没有话说 非常的坚硬 你看到那些荧幕啊 哇 全部阴阴的 键盘的那些部分 完全就是一个吻啊 一个字 虽然在我们马来西亚呢 只有一个的spec 搭配了4060的这个 NVIDIA的RTX 显卡 然后呢 处理器呢 是搭载了 现在移动端 最顶配的 i914 900HX 那个呢 如果你是上网Google一下 所有的Laptop Intel的 那排名 最高性能 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 最强的 就是在这里啦 无论是自媒体啊 又或者是你是用来正常的办公 又或者是用来打游戏呢 这些性能呢 绰绰有余啊 游戏是用来来剪辑啊 又或者是其他非常专业的那些软件啊 需要那种高算量啊 高负载的 那些程序的话呢 这台的笔电 当然 就是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说到这里呢 比较可惜的是 在我们马来西亚呢 因为只有一个的spec呢 引进了这个4060的这个 终端显卡 影片的下面 我就来玩几个游戏 你们看看下来它的帧数 当然 至少它也是40系列的显卡 它支持了DLSS 3.5 还有这个 Framed Jam 补震的技术 也被捡了145 满血的这个性能呢 给你这个显卡的能力呢 发挥到了极致 1TB的PCIe 4.0的M.2 SSD 我也帮你们测了它的这个 读写还有写入的速度 放在荧幕的这里 你们可以观看超过 6000Mbps 无论你是在copy啊 安装软件啊 来写一些程序的时候呢 完全一点卡顿感都没有 再来有16GB的最新的DDR5 5600高速的这个内存 这它呢 也是有这个Mark Switch 还有Advanced Optimus的这个技术 因为你知道处理器里面 有它的内显嘛 然后呢 这个NVIDIA的这个独显呢 两个的显卡 在共用这一个的荧幕 所以有些时候呢 你要这边 去来那边的时候呢 就需要重启 就非常的麻烦 有了这个技术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切换 比如说你是在看戏啊 用一些办公啊 不需要这么多的 这个显卡的这个性能 它就会切去这个内显里面呢 帮你节省电量 那如果你在玩游戏 用一些高负载的软件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的切去这个独显 用这个NVIDIA的这个显卡呢 来刨满它所有的帧数 这整个的切换系统呢 都是自动的 所以你就完全不用再反 红膜的经典磨冷散热系统呢 当然呢会沿用在它的笔电上把这个笔电翻过来 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经典的logo Rinmo Games 背面一看呢 有一个非常大片的金属防尘网 哇这一片也是金属了 就有8颗的螺丝 将螺丝全部的扭开了之后呢 就可以将背盖掀起 在下面呢 你就会看到有两个内存的这个槽位 是的没有错 这台笔电呢 最高可以支持32 32 两个加起来64GB的DDR5内存 左边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SSD呢就在这里 然后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上下跌跌热的设计 那2280尺寸的M2 SSD呢 就长这个的样子 哇咯 对焦哦 啊就长这个的样子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笔电里面所配的 这个1TB不是很够用的话 你的游戏非常的多 你的喊片非常的多的话 就可以另外的购买的 呃 2TB啊 4TB啊 8TB都可以 两张啊 连里面的1TB的都换掉 两张放两张 8TB的设计都可以 它中间呢 有隔着了一个 隔热层啊 cooling pad在下面呢 所以呢 散热还好 除非你是 长时间的高负载啊 一直在用的话呢 那就 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 不过平时呢 普通玩家 普通用户的话 是完全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啦 采用了这个官方声称呢 这个3D冰封复合式的 这个热管呢 将它所有的热气呢 全部都排出 然后搭配了 这个两个的超大 这个散热风扇 一次过了 将其热气呢 全部排出来 然后在这个笔电的 后方 是出气孔 左右呢 也是出气孔 所以呢 它不会把热气呢 排到你这个用户的身上 进气孔就是在这个下面 但是呢 它这一个 下面的这一个 站垫啊 这个笔电下方的这个垫呢 就会比较的低一点 所以呢 有些时候啊 如果你是放在那种床啊 是放在那种枕头下的话 就会可能会稍微的阻挡着 它的那个进风量 建议呢 如果你对这台笔电 有兴趣 你用购买的这个意愿的话呢 可以搭配了一个 cooling pad 就是有风扇的那种散热啊 放在上面 又或者是放在一种平平的那种 环境下 桌子上啊 来使用 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呢 这台笔电呢 也支持了这个1080P的这个webcam啦 你可以用它来做这个hello这个登录的这个解锁 脸部的解锁 就是你每次啊 进去打开你的笔电的时候 不用一直按密码 说两个之后呢 可以直接的登录 然后也支持了这个蓝牙5.3 还有这个WiFi 6E啦 高速WiFi当然啦 玩游戏最害怕的 就是卡啦 接上这个网线 哇 你的速度就稳稳了 然后后面呢 也有这些电源孔啊 这个HDMI 还有Thunderboot 4啊 还有这些接口的放在了后面 也非常的方便 那好像是你的一些滑鼠啊 有些时候呢 放在这个左右边的话 稍微的挡着 接到这个背后的话呢 整个使用起来了 整个的体验就会更好一些 不会爱手爱脚的 接下来当然 我们就是要来测试一下 核勃笔记本的游戏性能啊 那接下来的所有的游戏呢 都会把这个 这个荧幕的像素呢 设定成它的原始像素 也就是2560x1600 性能档位方面呢 当然也是最高的性能啊 那这些什么静音啊 这种中等的档位呢 我觉得测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学去宁的话 我们第一款游戏 基本上 货值全部都开满了 简单说一下这里的监控画面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主理器CPU 这里呢用了11% 然后目前的温度 用了多少的电 这里呢就是显卡 显卡现在跑到100% 功耗现在跑到100W 100多W 然后最下面呢 就是目前游戏的帧数啦 现在我们来到广场啊 这个比较多人的地方 这里跑动起来 90多帧 100多帧 107 有棒铺耶 嘿 50多 80多 这一款我们的车 明朝一样 那最高的画质 我们来试试看 在这个最新的 这一个黑海岸的这张图 大概有 差不多跑满呢 跑满呢 这又升海 有了 这个跑比绝确 还要顺呢 这款 来 满针呢 120针 那么说没有掉了 是坏了吗 我觉得我的跑分坏了 有啊 有掉啊 你别动啊 我很硬哦 因为它有支持这个DLSS啦 因为我们这个是40系列的显卡嘛 应该是了 其实它当然要车黑神或悟空啦 画质就不要开高啦 光追就别开啦 不要这样虐待4060啦 系统推荐的 就是 高的画质啦 高应该也很屌的 高 DLSS呢 是性能档的 90多针 这游戏怎么玩啊 我几百年没有玩啊 哈哈哈哈 这游戏怎么玩啊 按什么闪啊 哈哈哈哈 跑动起来 跑动起来 看吗 它还有什么卡顿吗 好像没什么问题 感觉货质可以开 可以开更高一点 等一下我们开设光追来看看好了 哎呦 哇 可以了呦 哈哈哈哈 这个画质不开高 不开高追的话 基本上没啥问题啊 光追打开 喂 超过60针嘛 大圣 大圣 是大圣 是个 哇 这地方很多烟的 哦 还要玩吗 分身 60多针 接下来测 PUBG 几千年没有玩的游戏 这个HIGH的画质 哎呦 完蛋了 跟什么队友 分散了 不用怕 没有什么几个人罢了的 就是最多 不是几个AI罢了 鞋 嗨 嗨 哇 哈哈哈哈 喂我才刚刚要打他啊 傻逼 我没有带耳机 可是我也是很屌的 什么枪来的 什么龟枪来的 这好像是散弹的 对吧 感觉 哈 你一定是以为 我几百年都不会压枪是吗 哎呦 好似打不死 哈 这个他的监控 开不了 所以是这个 很小一个 一百 七十七针 哇哈哈 用这种高刷屏来玩这种 经济类的游戏 就是对了 看到他的顺畅一顾吗 这个教学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玩 CS了 所以 只可以在教学 帮你们测一下帧数 OK 搞定 这时候我们要蹲在这里 喂 按错了 按了什么可以 看我的死亡之道吗 没有人敢来啊 喂 198针 看谁 下来我们来玩 Devil 每块5 这款游戏是相对比较 旧一点的 啊 啊 玩这个 哦 150多 哦 很久没有玩了哦 哈哈哈哈 怎么玩的 这游戏到底怎么玩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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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哈哈 不知道玩了什么鬼 嗯 嗯 哭哭哭哭 哭碰碰 当然我们来车 20古宝室啦 那这里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4060显卡 本来有8G的嘛 那在这游戏里面 只剩下7Git 基本上呢 光追先不开 然后这些 纹理2Git 然后呢 一些全部都是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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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开开开开开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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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是什么来的 TG的运算 这个可以高吧 为什么要低呢 都还有胃吗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动态模糊 有啦 差异化 开开开 有100帧哦 哦 什么地方 不知道 我就存档吧 在哪了 喂 可以吗 没有开光追 C 看啊 打啊 看啊 开干 开干 开干嘛 了 哦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60帧 这怎么知道 连60帧都不掉哦 慢点 哦 哦 哦 不要 哦 追我 啊 追我 我试试把把光追打开啊 60多帧 螃issy 哇 费 费 平衡 ok啊 哦 走啊 走走走走 找谁吗 玩了这么多游戏时候呢 顺便的帮各位测一下这个底电的这个温度表现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呢 因为它是这个玻璃的这个 touchpad 所以呢整个的触控板呢是保持着一样的冰冷的温度 因为我是在冷气房来测啦 那基本上你的手呢会放在这个笔电的地方 像AWSD啊方向键啊 又或者是空白这以下的部分呢都是只有温温的感觉啦 那比较烫手的地方呢都是在这个enter键的上方 所以在那个地方比较少接触的地方是比较温烫一点 所以基本如果你放在桌子上来使用的话是完完全全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放在腿上玩的话呢 那就另当你别论了 OK我们来说说这一台的缺点 我用了两个礼拜下来 那首先呢非常的感谢呢 鸿博的小伙伴 提早让老吴呢先体验到的这一台 因为我出国嘛 我来拍了一张IG 我把它带去了上海 在那边的时候呢也帮忙呢 进行的拍摄用它来剪辑等等等等 用下来这几天的心得说到的缺点 第一个我可以想到就是它的webcam 它的webcam呢其实是没有那个物理的遮掩的 虽然说我不是很懂马来西亚的这些骇客 有没有这么的屌啦 但是以防万一也是可能会发生的 就是它的webcam没有办法盖住了 那当然你可以用你的自己啦 进去买些什么东西把它盖起来 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缺点而已 再说第二个缺点之前 电竞笔电 当然呢gaming laptop怎么可以少了RGB呢 Redmagic Titan 16 Pro这一台 三个部分呢都有RGB的灯光 第一个就是它背部的这个logo啦 你看了吧 哇 荧幕的下方 这个Redmagic的这个字眼 也是一个RGB的一个灯区 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键盘上啊 键盘上呢也有这个RGB的这个控制 你可以呢三个地方你都可以在这个里面的软件呢 来这个自行的更改 你想要换一些不同的Effect啊 常亮啊又或者是关闭啊 换不同的颜色啊 全部都支持客制化 那回到的缺点 虽然你可以调整它的亮度 但是呢它只要到20秒 就是你用一下可能你在看戏也是什么 20秒没有动它的时候呢 它的键盘就会自动的关灯 在大太阳底下使用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像老屋一样 喜欢这种黑黑暗暗的环境下来使用笔电啊 使用电脑的时候呢这个灯20秒关一次 是非常非常的烦 当然这种小问题呢在后续的软件 如果更新加进去的话呢就可以解决了 除了这些以外的话就是 呃内存啊内存它原本搭配的是16GB 虽然说16GB很好 但是它是单通道的就是它只有一个stick 如果你有两个stick 8GB乘8GB也好 双通道呢跑出来的速度呢都会更好了 所以呢建议呢如果你有兴趣购买这台笔电的话 可以自行呢再加多一个16GB进去 接下来说说这几天用下来的优点 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就是 CNC铝合金打造的这个 我真的有时候是非常的惊讶 鸿魔第一次设计笔电竟然就采用了这个 这么复杂成本又高又会非常精准 这种来设计在它的笔电身上 一定是有足够的自信才能够办法翻出来的 你可以现在稍微的搜索一下其他的laptop 目前市面上的laptop的很少都会使用这种 通常都是那种非常有名的这种大牌啊 超高大牌啊才会使用这种技术了 鸿魔算是一个从这个电竞手机慢慢延伸下来 还在渐渐的成长的这个牌子 竟然第一次设计这个笔电的时候就采用了这个技术 这一点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优点 这个东西的用料呢 足够之余呢也会增加重量 你没有一两点的这个自信呢 可以有把握把它控制成2.4kg的话呢 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办到 第二个最重要的优点就是它的散热啊 它的散热呢你问我说 哇老吴这台东西用它来打游戏会 它的风扇转接会吵吗 吵 但我想市外市面上有哪一台的标配这个电竞游戏本的 这个Laptop呢是不吵的 除非有啦这么厚的啦 还是那种啊接去外面啊接去那种水冷机啊 那种就不用说啦 这个不是Ultra 不管不是那种啊 跑的那种什么AI机啊 这个是搭配的最强i9 一定要的CPU 还有满血4060的这个 游戏本啊兄弟们 所以呢它的散热表现 我觉得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那这玩具游戏来呢 风扇声有 可是呢我这里有测了 我把它测出来的那个风扇的这个噪音的啊 放出来给你们看 就是如果你用了一些的笔电 你看啊风扇转起来的时候啊会有这种非常高频的 嘻嘻嘻嘻嘻那种声音 哇听起来就非常的刺耳 洪摩这一台呢她转起来就是 嘻嘻嘻 就非常的柔和 再加上那这台的这个扬声器呢 是很大声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硬质方面呢中规中矩啦 他那个Base CC也还好 没有那种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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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嘎 像是那种苹果了 笔电那种是 当然是没有办法比的啦 再来鸿蒙有针对电竞玩家也就是gamer 设计了一些小心思在里面 像是它的这个中间的触控板 稍微的偏左一点 这样你在使用这个方向键的时候 就不会稍微的误触到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的将它给关闭 然后它的那个方向键是全尺寸的 就是有一些的笔电 设计上就会将它这个方向键就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小 就很难按 就是有些时候如果你是玩一些模拟器的游戏 你就常常使用这个 又或者是玩那种MMORPG 你就要选装备上下左右的时候 这个方向键其实很好用的 所以它把它单独的独立的分割下来 而且是全尺寸的 又或者是你在办公是浏览网页的时候 当然你是用到这个方向键比较多 又或者是你是accountant 要打一些数字的时候 全尺寸数字键在旁边 你就可以直接来用它来办公 这应该算是 我觉得这个红魔这个品牌设计的第一个笔电 它不算是针对这种gaming的玩家 它算是一个全能本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看 它有数字键又有 SD卡槽它又有 你看得到吗 Dunderbolt雷电视它也有 再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外观 你如果你要去办一些商务用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灯全部都关上 这就是一个非常帅气的 可以拿去办公上班的一个本 也有可能是因为同我第一次设计 不要太专注在一个使用群 卖不好的时候就完蛋了 也有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样设计 好 都说了这么长 我也知道红魔 中国红魔应该也不会看老吴 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小的视频 但是我也是要给升级的意见 老吴的视频都要给意见了 虽然没有人听了 但是我也是要给 硬硬要给 球球了 给我们高端的显卡配置吧 4080 4090 996 红魔 下一版给我们更高配的吧 针对我们这种就是爱玩 就是喜欢开顶尖游戏画质的人 终端的这个显卡的话也没有问题 成本没有这么高嘛 当然我已经知道了 没有这么高 就是为了要cut cost嘛 要不然如果这一台 配上一个4080 4090 肯定卖整万 至少整万二 没错的话在马来西亚 你可以稍微的研究一下 现在的市场 4080显卡 肯定超过弯 为了控制成本 拍了一个终端的显卡 还可以接受 但也是要给我们玩家 一个选择嘛 4060 4070的这种显卡 其实也不用给到太过的瓦数了 不到像是90瓦 100瓦就已经足够了 那给到满血的 当然也是有它的好处 在这个峰值性能上 有一点点的差距 换来的当然就是 功耗就更加的高 然后整体的续航能力 就会大大的降低 再配上这个处理器方面的 就这么的顶 所以呢整体下来 啊对了 没有说到这个续航能力 我也帮你们测了 这台呢 如果你是玩这个游戏呢 开满开好 全部开 声音开 全部190瓦的这个功耗全部用完的话 这个的续航能力一个小时 差不多最多两个小时 大多数的情况一个小时半日子啦 那如果你不是用来打游戏 你是用它里面的这个内显的话呢 来看戏啊玩那些打字啊办公的话呢 三四个小时完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因为没有办法顶尖的处理器 它不像是 如果你可以稍微现在研究 现在新出的那些所谓的 AI的笔电啊 什么 AI的啊 全部都是用那种啊 低功耗的 这种啊 跑起那种 啊 专业软件起来的 那分数啊 当然是没有得比的啦 这种是桌上级的 desktop级的这个CPU啊 所以肯定的 它用电量的稍微的偏高一点呢 你可以看看 全部有搭配这一个处理器的笔电 全部的它的电量都是 都是妈妈的 一个小时多 两个小时 最多最多的啦 最后一个建议 红魔设计团队 你真的是要使用中断的显卡的话呢 处理器不用这么顶啦 可以尝试的使用这个AMD的处理器 又或者是Intel 新推出的这个Ultra处理器啊 这两个呢 大概这个功耗 还有这个能效比呢 就会比较的好 不用满学的4060 又或者是下一个版本5060 5070的话呢 你就可以将它 再度的将这个笔电压薄 哇 就那时候就会更薄更轻 那不是很好吗 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咧 好啦 影片的最后最后 问我 这台推荐嘛 然后呢 我根据的 我自己上网 大概跟12台 目前市面上 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到的 差不多同个category的 这个gaming laptop呢 我来稍微的做对比一下 有一些呢 呃 很薄 很轻 但是呢 不是这种桌上型的CPU啦 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桌上型的话呢 其实也有很多 16寸 超多的 很多 竞争真的是太强了 那红魔又第一次的进来 加了一个全新的成员 嗯 问我该不该推荐的话 最重要的还是看 价格 官方售价马来西亚 Bit 狗狗狗 在即将到来的10月24号 预购这一台笔电的兄弟们 就可以格外的获取DP 可以扣多1000块钱 所以说这一台呢 是7999块就可以入手了 那这个优惠呢 是到11月的13号 更多的以外呢 都欢迎了各位呢 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啦 还是有说没有什么 其他的游戏 你想我测了 我刚刚测的那几款游戏 你觉得还是不够了 你想要我测一下其他的游戏的话 也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就帮你满车啦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红魔RED MAGIC TITAN 16 PRO 你们又觉得如何呢 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Bye